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8月28月10点05分04秒 播放优势198719523F62419C494811312443D92C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激进纳达R3-0波斯PCR近32强降战额新秀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-W-I-N-D-O-W-D-A-T-A-V-I-D-E-O-A-R-R-P-U-S-H-V-Z-00276-G32-I-M-G-H-T-T-P-E-N-O-Z-G-T-I-M-G-C-O-M-N-O-Z-A-P-L-S-050-6-1-4-4-4-8-3-6-4-0-4-6-4-8-0-0-0-3-6-4-0-4-0-4-0-5-0-4-0-4-0-0-2-0-4-0-4-0-1-2-0-2-0-3-0-2-0-2-0-1-0-1-2-0-3-0 握手,腾讯体育室,北京时间8月30日,美网未免冠军纳达尔以6-3,6-4,干二清取加拿大非种次选手波斯皮西尔,闯进美国网球公开赛南达第三轮,赛后,纳达尔表示炎热天气下比赛,对球员和球迷来说都是不健康的。 同时,他就比赛中遭遇裁判警告一事进行了解释,美网纳达尔3-0波斯皮西尔近32强将战额先秀,纳达尔3-0波斯皮西尔近32强将战额先秀,纳达尔首轮遭遇同胞费雷尔,因费雷尔腿上退赛,美打完全场就轻松晋级,今天的他看来神清气爽,一开赛就是如破竹, 这位西班牙猛将一开始就破了波斯皮西尔发球区,取得3-0领先,世界排名88的波斯皮西尔看来难以掌握发球节奏,让纳达尔仅花35分钟就拿下手盘,波斯皮西尔第二盘重整旗鼓,首发的分率提升,还破了纳达尔的发球区,一度取得领先。 不过世界排名第一的纳达尔绝非省油的灯,马上回破波斯皮西尔,接着连拿四局拿下第二盘,之后就完全掌控比赛。 第三盘纳达尔16-2轻松锁定全场胜利,纳达尔赛号在场边受访时表示,第二盘我连两局又发出问题,第一个破发点我就下了,第二个就没救到,很幸运可以破发回来。 赛号希望发布会上,有记者问起纳达尔,关于吉尔斯穆勒·本周一,在美国公开赛上退役的事情。 对于去年与前者的那场史诗班比赛,纳达尔还记忆犹新,是的,我有着美好的回忆,老实说,我不知道他退休,今年他可能没有他过去几年的成绩好。 不过,他一直打得很好,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球员。 对于今年每晚炎热的天气,纳达尔直言如果在白天比赛会困难很多,但是在夜场比赛湿度会更高,真是不能两拳的事情。 我认为未来几天事情会有所改善,毕竟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赛,对于球员和球迷来说都不健康。 由于白天温度太高,纳达尔也开始适应白天休息,晚上比赛的节奏,对此他介绍了自己的安排。 对我来说没什么新鲜的,早上起来猴吃早餐,然后前往健身房,吃过午餐来到这里进行训练。 最后与团队放松一下,为比赛做好准备。 今年没往期用了计时器,今天的比赛中,纳达尔因为拖延遭遇了裁判的警告,西班牙人觉得有点烟,我们可以看视频回放。 我倒是准备好发球了,他波斯皮西尔做出了举手的动作,他可能想要喘息下或者抽筋什么的,我不知道,他是个不错的人,我就等他。 结果裁判给了我警告,我很惊讶,我告诉裁判,对手让我等一下,所以我才停下来的,裁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说真的,我意外的是波斯皮西尔,没有跟裁判说清楚,那达尔说,都想卖。 再继续下来的小时宜创isol省。 他对手让ariat公众允散不耐 liter准备,都会 interfer Between The